哈喽大家好 不知不觉已经是2022年的6月份了 我最近工作还是可以 就是发生了几件让我啼笑皆非的事情 我不是上一个礼拜感冒了 上个礼拜 礼拜二就是5月24号 因为你干这样的工作 我是收银员 你第一次看我片子的话 这种工作你不可避免的 就是任何的流行疾病 任何的都会把你给传染到 因为任何人都需要吃饭 现在英国的政策是进入 你去买东西 就一切一切正常 你就随便你 你就是查出来有是阳性的 也没有人管你 那么我礼拜二是这样 我就不是很舒服 因为感冒也是正常的 你像流感一样 我想我是去还是不去呢 我就去了 去了以后我当然就戴着口罩 戴着口罩去 收银部不忙 他让我去帮着摆货 当时因为我就觉得 还身乏力 不是很舒服 我就没有 不想去 但是也没有说不去 他领导吩咐我 我就在那收银部待着 希望能够坐一会儿 结果一会儿 那个领导过去了 他说 你不是没有太多的事干 你该让我去摆货去吧 我说那好吧 我就跟着他去了 其实当时就感觉比较累 就是这么说的 就感冒嘛 流感就是这样 他让我和一个养兔子 那个女的一块摆 他问我 他说 他说 How are you 我就说 还好还好 我很好的 我一般都是 不管谁问我 我都是 very well 都是很好 结果 他我一会儿咳 他听着我 好像就是 病了 他说 他说你病了 我说 对啊 有点 他说 你介不介意 我不和你一起上班 其实我觉得 他这个说法是很对的 如果你得了流感也好 感冒 你就这种尽量不要跑到人多的地方去 那就感觉感冒加重了 我就想 天哪 我礼拜五周末要上班是最忙的时候 我提前告诉他 因为我的好朋友是他自己册的那个 说是新冠的阳性 他就 我们领导就说啊 你只有五天隔离期 五天过了以后 你能上班还是要去上班 他五天过了以后册还是阳性 他就哭了 他就和我说 他说我测了还是阳性 我觉得我不应该去上班 因为礼拜三我不上班 我不清楚具体发生了什么 反正他就和我说 他哭了又回来了 我就觉得挺对的 如果你是阳性 其余的同事也不想得 尽管大家都知道 都得过一次两次 甚至还有得过三四次的 我是没有去测 因为他现在的政策改了 你测和不测 不测没有什么区别 是因为这个原因没有测 而且我觉得过上几天也就好了 有点不舒服也是正常的 人是哪有不生病的 再说你这个工作就是这个样 结果搞笑的是什么 我 他跟我的好朋友说 你早就测出来你是阳性 你怎么过了几天才说的 你说的太晚了 那么我想 天哪 那我早点跟你说 我就礼拜四不舒服吧 我就跟他说 我说你看我 我得了流感你也知道 我礼拜五就 周末就不用去 不上班了 我要在家休息一下 他说 还早呢 你这个感冒 说不定晚上睡了十个小时 第二天就好了呢 你第二天再打吧 再打过来吧 你家感冒 今天感冒 明天睡上一觉 第二天就好了的 他感冒的时候 他休息了两个周 所以你说 怎么说的 人 你不用管他 你爱说什么说什么 你自己感冒 休两个周 员工感冒 休息一天 睡上一觉就好了 这明明就是 你不用管他 有些人说话 就是你就当耳旁风 就说了 他爱说什么说什么 你不要跟我说什么 叫什么 百分之三的比例 百分之几 这个病了就是病了 你也不会在 再说我已经是很自觉的人了 如果你要是想上英国 你说你抑郁了 什么的 医生这批 很容易就给你开一个两个周的架条 让你在家休息 但不是这样的人 就没有必要去 怎么说呢 还是 他觉得你努力工作 你觉得你很努力工作 他并不会因为你的努力工作 而嘉奖你 反而会因为你是个老实人 或者是你就是老老实实上班的人 他会更加的去拿捏别人 有这样的人 所以你自己只要觉得 你没法去正常工作 你看现在我说话 还是有不舒服的时候 那么上个周 是最厉害的时候 我就觉得 我礼拜二为什么去了 就是因为 我觉得戴着口罩 尽量不要传染到别的同事 给人保持距离 但是在自动收款台 那不可能保持距离 我当时就是客人 整天朝我咳 他咳还不戴口罩 有的人就是自己病了 叭唧叭唧 吊着大拓门星子在那 和他认识的人在那 超市聊天 可就可烦人 你也不能赶他走 所以社会就是这样 这个事情就是躺平 你自己再不满意 你在这个环境里 你没法改变 你只能做到接受 那么做到 只许周冠放火 不许我点灯的时候 你也只能是一笑了之 所以他去 还有一次 我不是头晕吗 头晕起不来 他给我发短信 我修了两天 那是前几个月 他和我说啥 他说 这样吧 我让你坐在收银台 不用你到处跑 不用你卖彩票 你可不可以来上班 我只要是能去 我能开车 能去上班 我还用请病假吗 所以问的问题很搞笑 当时我没有多想 我就回来 我说我去不了 因为我站起来头晕 他说 他一是不相信 再一个他这么问 太侮辱人了 有一个三八 我说过 他说他有关节炎 带了两个绷带 修了半年 他就不让他去上班 抑郁的也是修半年 荣光焕焕发的 他怎么不让别人去 所以他说去吧 人就是这样 所以就觉得挺搞笑的 他也说什么说什么 反正我是慢慢的也会好 因为这你没法改变的 我倒挺希望像国内 就是只要查出你是阳性来 就不许你出门 我觉得那就是挺好的 但是这边就是全躺平 就是但是你 你也没有办法改变的情况下 比方说我认为最好的 就是你只要感冒了 就强制你 你必须戴口罩 但是他不听啊 他这个人不听 而且一个就是朝你狂吠 狂吠狂渴 你看他买的药全 那你走自动收款台啊 他不 他非从你那走 啪啪啪 有的人跟你说话 简直是 你只要干这个工作 就没有办法 就只能是听天由命 自己做好保护工作 反正这领导的处置 确定说的这些话 让我觉得挺提笑皆非的 对吧 也就说到这儿 六月份了 这边没有那么热 你看我还穿着长袖 就是英国六月份 它热的话 也就是热那么几个小时 一天都能经历四季 OK 还是祝你健康 我没有什么事 挺好的 下次再见 这个我在英国 要是感冒的话 我一般就吃这些药 这也不是一个广告 没有人给我广告费 我在网上自己买的 莲花青蕴胶囊 你看被我吃了挺多了 因为我觉得是 我也不知道 是不是心理作用 反正我吃了以后 我就觉得费凉了很多 很高兴 再一个就是这个样的东西 它就和感冒胶囊似的 但这个东西吧 吃了以后有点打瞌睡 有喉咙的 治喉咙的这种的药 这一盒大概是五磅钱左右 打折的时候你也可以买 它这个 我不是很喜欢吃 但是也吃了 就是因为它体积比较小 有的时候把那个糖 它的那个猴糖体积 就是吃上半天也花不了的 我就是感冒 一般就吃这些东西 反正我已经好了 你也不用担心 你还是自己保重 在国外